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折扣都是大减价然后大甩卖 希望说透过打折买了更便宜的东西 这个比较不是在现金折扣这个四个字上面最重要的关键 通常都是在B2B或者是我们公司对公司在做生意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它常常就是比如说买了个东西之后 大概一个月之后再把钱付款给你 我不知道资源你们在工作上面有没有碰到就是 我跟你买东西之后 我要隔一段时间再付钱给你这样的情况过 常常会遇到你买了之后你需要验收 验收完了之后你才给付款项 在公部门很常遇到这样的情形 不管说是公部门或者是大型的公司 就像刚才资源讲的验收这件事情 像以前我们在半导体的话收到货 英文叫Good Receive收到货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只付货款的70% 或付货款的80% 剩下20%跟30%就是验收 这个话某种程度上面就代表说 我今天如果卖了100块钱的东西 我大概20块钱跟30块钱现金还没办法收到 这是一种我们讲有跟验收相关的 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 有时候我跟你买东西再说好 我先收到货之后 所有的款项可能是三个月的票期 或一个月的票 我不知道资源你有听过这样的这种教育方式吗 有 所以这种所谓票期的意思就是 我已经把东西送到客户那边了 比如说送个50万送个30万 但是我钱一直没有收到 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 就是收现金基本上很重要 收现金很重要 某种程度上面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 一个话就是操作型定义 假设你今天把定义定得很清楚的话 就像我之前曾经提到举个故事 如果我们装修最后要验收 那这个验收的过程当中 很多主观的认知的话 你就很难收到尾款 但如果装修完毕之后 你针对所谓的安全检测 消防检测 有工部门给你认证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客观认证 你透过这个客观的认证去收尾款 这就是操作型的定义 我觉得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面 就比较简单的一种认知方式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说服务商品化 所以服务商品化的话最简单的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不管会计也好 律师也好 你要说他服务服务的好不好 我才付钱的话 那基本上可吵的地方就太多了 但如果简单的把它像商品一样 一个多少钱 两个多少钱 三个多少钱 很简单 会计师或者是律师 他会把时间当作是非常简单一种寄费方式 一小时你跟我谈话就是3000块钱 一小时谈话是5000块钱 这比较简单 可是回过头来 我们真正要收到钱这件事情 如果是目的的话 那现金如果说他要三个月的票期 或一个月的票期 那坦白讲就代表说我生意已经做完了 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拿到钱 所以这个时候现金就变得说 我有赚 但是没有赚到 没有赚到的话 对一个生意的人的话 它就是很大的风险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问志源 假设今天是身为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你手边的现金只有10万块 可是你临时要支付一个40万的款项出去 还差了30万 不管40万是员工的薪资也好 或者是说要买一些原物料 或者支付房租也好 就简单点手边差了30万 那你会怎么做 可能先跟银行借贷吧 跟银行借贷嘛 那银行如果不借你呢 你会跟朋友借对不对 对 那如果朋友不借你呢 那就只好拿自己的不动产去抵押了 诸如此类 像抵押的话也是这个算是跟银行借款 或跟父母亲借钱 所以但是有一个地方 是我们可以去思考 其实就是跟客户借钱 什么叫跟客户借钱呢 大家比方说好了 今天如果说客户欠我是50万块 50万块他给我的票期呢 是三个月之后他才把钱给我 但现在呢 因为急需要用钱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这50万我少一点 没有关系 你那么及早付给我 比如说今天呢 我急早一点付给我 付给我一个 比如说48万好 就2万块钱打个折扣 然后三个月呢 本来三个月票期 你立刻付给我 大家知道吗 就代表说 他等于是三个月之内 我收了他基本上2万块钱 等于说我付给他2万块钱的利息是一样 这就叫做现金折扣 所以说其实现金折扣某种程度上面呢 就是拿客户的钱呢 当做是你要去支付其他的钱的情况之下 给他一个折扣 而这折扣的东西呢 基本上就利息 所以大家其实有机会的话 问问身边的这些做生意的好朋友 通常现金折扣除了说是一般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打个七折啊 打个八折啊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呢 是为了吸引这些消费者来买我们的东西 那有另外一种呢 在我们商场上面常常碰到的 他在乎的不是在于折扣 而在乎现金 他等于是自己有资金缺口的时候呢 透过给客户打个折 当做是利息的费用 本来是要三个月之后 客户才付钱给我的 那我请客户早点付钱给我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客户愿意把钱提早付啊 就跟客户呢 当初想要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买你是一模一样道理 因为他提早付呢 就代表东西变便宜了 而我们呢 给客户多一点的折扣呢 就当做是付他的利息费用 这个情况之下就叫现金折扣 所以坦白讲啊 现金折扣 折扣两个字 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 不管是促销也好啦 或者是借由折价去吸引消费者呢 都是把折扣当成是交易的本 但最多啊 我们通常在商场上面 现金折扣呢 强调的不是折扣 而是现金 是希望呢 透过一点折扣的方式呢 提早收到现金 而这个折扣 它本质上不是折扣 而是我们付的利息费用 因为毕竟我们收到的本金变少了 交出去的这个折扣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本来应该收到50万的 但现在只收到48万 而这2万块钱呢 就是你的利息费用 让你的客户呢 就跟银行一样 他多收到一点利息费用 那坦白讲 他付出就比较少一点 本来付出50万的 现在只付到48万 这2万块钱 你把它相对 就是它的利息收入 那这种情况之下 它可以早点把钱付给我们 那我们就早点支付的 这个现金流量在我们手边 这个呢 就可以让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比较好做 它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降低我们的 这个资金流动的风险 提早让我们收到现金之后 并没有个资金缺口 因为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的消息 可能就是因为一天到晚 在为了嘎三点半 像刚才资源说的 去跟银行借钱 但银行不借怎么办 朋友不借怎么办 你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跟客户说 你早点付钱给我 我给你点折扣 让我们在现金上面呢 那比较充沛跟风雨 大概是这个情况 所以呢 折扣有三个主要的关键因素 就是减价 诱因 然后促成交易 有一句话说啊 先买先享受 后买想折扣 因为到最后你没办法 比如说像一些限量商品啊 或者是限定商品 他可能会有过季 或者是极其的问题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马上把它给销售出去啊 没错 所以赶快销售出去的话 真正的关键呢 就是让自己的现金 能够及早到手 因为毕竟现金为王嘛 所以现金折扣呢 其实虽然折扣的目的 大家有时候都以为是折扣 但最重要关键还是现金为王 以现金为主才折扣他的本质上的目的 是 所以今天呢 透过了好哥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说 折扣的本质呢 是透过减价 这个诱因来达成交易的目的哦 那也希望呢 透过我们的分享 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拆相思维 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好 学历好哥 来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好哥 谢谢 谢谢 拜拜